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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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苏若燕 今年八歲了 我的第二个家是上海 第一个家是新疆 我一世的时候就到上海来了 我在上海 满是学校里长大的 我姐姐是马戏学校的学生 她会顶功可厉害了 现在像我们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 我姐姐考上了新疆杂技团 被送到上海来学习 那时候我姐姐一个人在上海 打电话哭得很厉害 最多的时候一天打11次电话 我们练基本功特别苦 每天哭着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你们带我回去吧 我不想练了 你们带我回去吧 爸爸妈妈放行不下 就带着我从新疆的上海来 陪她了 爸爸妈妈是在学校的食堂里做厨师 他们不来 我早就回家了 真的 他们来了我才坚持下来的 因为他们在我身边 每次都会鼓励我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也要为我的爸爸妈妈领域一下 所以接下来 我也不去教高这些人 我们在学校的赠送人啊 investor跟爸爸妈妈那样 所以我给你带我 但是我又就学了 我们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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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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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 姐姐平夜晚 她要回新疆小集团去上班了 我们也要离开上海了 子涵 我好想子涵 我还没有看见 我好想你们才好 我还没有看见你们 终于要在家里 一个人待着 终于要在家里 我回到新疆去的话 就离开了上海 我七年多在这里 都想他们的回去 时间到了 没有我们应该回家了 她正在回去以后 她也能不能失业 但也许多一点她再来 她不生意回家 但她回家 我们就考虑了 这怎么办 慢慢给她交叛了 我在家里 我来到家里 这就要是 那好 是 我 你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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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是离手 这个是三点 这很快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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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好的 兴奋又紧张 三 五 六 七 八 幸福就是第一天上班 我这么小才18岁就开始上班了 那些同学都要读大学 然后紧张就是 怎么说呢 害怕第一天上班 上班是啥感觉 会不会很严厉很有压力 江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各方面都好 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他们仿佛说是你回来了 曾经那个孩子 让园娘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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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梦想 第一个梦想是 看园娘出尽 的是最火的 第二个是 我想好好学习 第三个是 我想帶一個小明星